香港網台D18主持人傑斯因曾在網上發起眾籌 去年11月 租國安處以洗黑錢及資助分裂國家罪名第報後獲准保釋 傑斯於2月7日因節目中言論 再被控四項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案件今天10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蘇維德以無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犯優惠 不准傑斯保釋還押至5月10日再審 傑斯早前因在醫院留意8日未能出庭應訊 押後至今日開庭 控方引用終審法院昨天9日攀下對黎智英保釋案的判詞 根據港版國安法42條2列明 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犯 否則不得於以保釋 控方又指 警方仍需時調查大量涉及被告的片段、言論 以及財務資料要求押後案件 港版國安法指定法官、總裁判官蘇維德 拒絕傑斯的保釋申請 並將案件押後至5月10日再審 辯方表示不會在8日內申請保釋覆核 關於被告傑斯 原名韻耀昇52歲 涉嫌違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十一A被控四項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